同学们大家好 那在今天上课之前呀 老师想说一句话 能不能帮我听一听啊 看有没有毛病 今天的天气真晴朗呀 天空上乌云密布 有的同学说 老师你刚才说今天天气真晴朗呢 怎么又说天空上乌云密布呢 真是有什么互相矛盾了 那么今天呀 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有趣的语言故事 它的名叫做自相矛盾 好那么在学习课文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一会认会写本课重点生字词 二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背诵课文 解读注视理解句子的意思 那然后理解整个语言故事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 三理解语言的含义 懂得做事不能自相矛盾的道理 这是本节课的一个难点 那么在学习课完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 我们需要会写的生字 第一个毛 那么毛呢 我们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啊 毛的第三笔的这个横 横钩我们要怎么样呀 要写的稍微长一点 长一点 那么整个字呢 也是在填字格的中心啊 在填这个中心 那么毛我们祖词 毛头啊 毛头 那通平说什么是毛呢 毛呀 就是在古代打仗时候啊 这个木柄最前端呀 一个尖锐的啊 尖锐的那个头 我们叫做毛 那么什么叫做盾 我们看第二个字是盾 那么盾呢 我们再注意一下 那盾在填字格的书写之外啊 我们看第一个撇是什么呀 短撇啊 写短一些 第二个呢 是竖撇啊 第二笔是竖撇 那这个呀 要适当的长一些 那么我们给它组一个词 叫盾牌 盾牌 那什么是盾呀 盾呀 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 打仗的时候啊 就是被我们遮挡住我们的身体啊 保护我们的 那么我们叫做盾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 玉 玉 那玉呢 是一个上下结构的生字 我们能看到上面的字怎么样 要盖住 下面 那么下面的三横呀 这个尖锐呀 也要均等 要均等 我们给它 组词是美玉 还可以说成是荣玉 玉 好下一个 无 无 无背 无背 那么无呢 在古代 也就是我们的文言文中呢 表示我的意思 我的 我的 我的意思 好 那么在语语课之前 我们先看下本节课 我们需要会认的字 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无 无背 刚刚我说的是我的意思 下一个呢 是 浮 浮 那这个浮去 浮去 浮 就是在文言文中是什么呀 就不的意思 不 好 下一个 浮 这个浮呢 是在文言文中呢 以要说话的一个语气词 就是住词 浮 好 那么再看一下 本节课我们需要会认的多音字 第一个呢 就是浮 适者 鲁斯 浮 那第二个 浮呢 是 夫人 那么 也是我们平常说的什么 丈夫 那丈夫的也是 这个 医生 但是只是我们在 在读词 在读到的时候呢 他是读成了 亲生 哦 夫 好 下一个 应 应 我们先念这种吧 答应 还有什么 应 应该 哦 应该 好了 那么在学习课文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作者简介 好 我们的作者是 韩非 约前280到前233 战国末期的哲学家 法学家 主要代表人物 那么 吸收了道如墨各家的思想 尤其有选择的接受前期法学的思想 即法学家 即法家学说之大成 那后世称为韩非子 非韩子或韩非子 好 那么 在学习课文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本课的相关知识 预言 那么本课是预言故事 什么是预言故事呢 预言就是 用假托的故事 或自然物的 拟人说法来说明 某个道理 或教训的文学作品 那常带有讽刺或劝戒的一个性质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能使人们从通俗有趣的故事中 明白深刻的道理 我们就是预言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进行本节课的题目解说 题目叫做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 首先我们看 矛 矛是什么 就是古代用来进攻的锐气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图片上 这个小人手里头拿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矛 那什么就是盾呢 古代用来防身的盾牌 保护自己身体的 遮挡的盾牌 我们从这个小人上也可以看出来啊 他右手拿着保 而左手呢 他拿着盾 那比喻自己的言行 前后相抵触 就跟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呀 我觉得今天天气非常的晴朗 天空乌云一步 就是自己说的话 前面和后面怎么样 有矛盾 向后相抵触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朗读一下本课的文章 自相矛盾 除人有欲顿与毛者 欲之曰 无顿之将 勿莫能献也 又欲其毛曰 无毛之力 于勿无不献也 或曰 依子之毛 献子之盾 何如 其人福能应也 福不可献之盾 愚无不献之毛 不可同事而立 好了 那么朗读完课文以后呢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课文学习 楚人有欲顿与毛者 欲之曰 不顿之间 勿莫能献也 又欲其毛曰 无毛之力 于勿无不献也 我们先看 欲是什么呀 就是卖 就是楚国语 卖什么呢 卖顿和卖毛 是不是 那么这个语又是什么呀 是称赞和夸耀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 楚人有一个 卖顿和毛的人 他呀夸赞 称赞自己的什么呢 自己的这个 什么 无顿之间 他的这个顿 非常的坚 是不是啊 非常的坚固 非常的这个什么坚实 是不是 没有什么东西 能什么刺进去 刺破的 好 墨就是布 现呢就是刺透 穿透 我们再看 那么大义呢 就是说 楚国呀 有个既卖毛 是不是 又卖顿的人 那么他夸耀自己的顿说 啊 我的顿非常的坚固呀 什么东西都不能刺进去 那这个又夸耀自己的毛说 就是又欲其毛月 说什么呢 哎呀 我的这个毛 风力极了 那什么东西呀 都能把它什么 刺进去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读完这块 已经觉得这个楚人怎么样呀 说话什么 前后抵触了 是不是啊 他又说他的盾 没有什么东西能什么 穿透过去 又说他这个毛 没有什么东西他不能穿透过去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楚人有欲顿者 于毛 楚人有欲顿 于毛者 欲之曰 无顿之间 物莫能现也 又欲其毛远 无毛之力 于目无骨现也 好 那么这两句呀 就是主要写这个楚国人呀 是如何夸耀自己的毛和顿 如何夸耀的 一是非常坚固 是不是 没有东西能什么 刺透进去了 那么又是夸他的什么 他的这个毛 有多么厉害呢 有多么尖锐呢 是什么东西啊 他都可以刺进去 就是在夸耀他自己的这个毛和顿 那么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那他吹嘘于过头 也为夏文他不能自圆其说 做好了一个铺垫 那是怎样的一种不能自圆其说呢 我们再往下看 或曰 以子之毛 县子之顿 何如 其人福能应也 好 我们看 或 就是有的人啊 有的人就说了 是不是啊 他在那大喊 是不是啊 我这个毛和顿都很坚固啊 也很锋利啊 那么 这个时候大家听了以后呢 有的人就说什么呢 说 那以你的这个顿啊 以你的这个毛去刺你的顿 会怎么样呢 何如会怎么样呢 其 这个其就指的是什么呀 我们的这个卖顿啊 卖毛这个人啊 卖毛和卖顿这个人 福能就是不能的意思啊 他没有办法怎么样 回答 好 硬就是回答的意思 那么大意呢 就是有的人问他了 那用你的这个尖 这个非常尖锐的这个毛啊 去刺你这个非常这个结实的这个 后使这个顿 那这个结果将会怎么样呢 卖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样 被问的无话可说 是不是啊 无话可说了 好 或月以子之矛 献子之顿 何如其人福能应也 好了 那么这个楚国人呀 被问出了 是不是啊 这个楚国人被人问出了 他无言以答 那这是他言过其实的必然结果了 也是预言要讽刺的那种说话 前后不一致 故意夸大事实的人 也是起到了画龙蝶金的作用 啊 那我们刚才说预言预言 是不是啊 通过一个故事 或者啊 一个讽刺的 一个有生动的故事 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啊 那么这块 这就是一个啊 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呢 就通过这个人夸大其次的这个 说啊 就说 然后在扬他这个毛 在扬他这个顿 是不是 那最后呢 被人问了 是吧 无言以答 所以啊 这个故事啊 也是最终起到了画龙蝶金的作用 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 什么叫做 自相矛盾 好了 我们再看 夫不可献之盾 如不献之矛 不可同事而立 好 我们看 那夫呢 是什么呢 放在巨手 就是表示将要发议论 发议论 不可 不可 就是不可能 好 立 就是存在 那么就说 所以说呀 不能被刺穿的这个盾牌和 没有刺不穿 刺不破盾牌的长毛呀 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好 我们看 福不可献之盾 与无不献之矛 不可同事而立 那么这句话呀 是这个楚国人被问的 哑口无言的原因 也是本则 预言所要 揭示的道理 那么我们说了啊 没有绝对的厉害 也没有绝对的 绝对的说 这个武器什么厉害 这个毛是最尖 或者这个盾 是最坚固的 我们就要记住 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绝对的 绝对的去对比它 好 我们再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看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主题思想 本节课呢 是一则预言故事 主要讲了一个 卖毛和盾的人 夸赞自己的毛和盾 那他的话呀 前后互相抵触 不能自圆其说 告诫人们说话做事 要前后一致 不能互相矛盾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 归纳总结 好 那本节课的归纳总结 是出自于哪里呢 也就是这个人了 这个人说 无盾之间 物莫能现也 无毛之力 于物 无补现也 那最终呢 他说什么 以子之毛 信子之盾 何如 那最后什么呀 最后就说明 这个是不可能 是吧 同事而立 不可能同事而立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本节课的点心题节 好 用现代汉语翻译 下列句子 一 不顿之间 物莫能现也 好 无毛之力 于物 无补现也 那么本题考察的是 句子的翻译能力 那么我们要翻译句子 首先呢 我们要掌握诗句中 重点字词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尖 就是尖固 是不是这样啊 尖就是尖固 而莫呢 就是布 木就是布 现就是刺透 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字 现就是刺透 穿透 而你看 这个立 就是蜂蜜的意思了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的盾 非常的 什么呀 尖固 什么东西都刺不进去 好 我们通过上面句话 再想下面 例如说 我的毛锋利极了 说我的毛锋利极了 什么东西都能刺进去 什么东西都能刺进去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看下本节课的 第二个点心题解 自相矛盾 这则 预言的 寓意 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想一想 自相矛盾的 这个寓意是什么呀 我们结合课完 首先看一下 那么本题考察的是 是理解预言寓意的一个能力 那作答本题啊 要在正确理解预言内容的基础上 深入理解分析预言的深层含义 那他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呀 我们来看啊 那么这次预言呢 是讽刺了那些 说话不顾事实 而且什么呀 把事实夸大到绝对的程度 对绝对 那么使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的人 那告诉人们 说话办事要事实求是 讲究分寸 不能自相矛盾 好了 那么本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